那你可能可能这个这个是A假设是第一个那你就第二个的话Ctrl 键按住 这个是B的这个是C的你可以你可以一直怎么样一直在拖拉好几个不同的那个Ctrl 键按住就可以复制工作表 不同的客户呢给不同的年龄那做什么呢随时提醒自己每一天呢他有没有哪一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在底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你希望每一列的下面都帮你增加什么增加一个那个就是空白列的话那怎么做 但我们不是用土法链钢一个一个做后来我发现有个简单的方法 一请你先在什么A栏的地方按右键插入一个空白栏 2的话呢请你在什么在这个1月1月的左边这边 输入一个LUMUMOK ENTER一下那这个做什么呢 请你在这边呢输入编号1到向下填满1按住Ctrl 键再按住 让它填满到到31 1到31 那把下面的问题说明呢把它删除掉 再到底下呢再做一次 1到31 Ctrl 键按住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做这两个 其实到底很简单 就是 上面的部分呢是原来的资料 原来的那个日期对不对 下面的1到31是什么 就是空白列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让它 放在它的下面 很简单嘛 1 跟1 你可以用什么 排序嘛 对不对 排序根据哪一个呢 根据A栏嘛 那如果它重新排序的话 1 不是跟1排在一起 2就跟2排在一起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嘛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完全不用写程式 排序完之后 再把A栏删掉 不就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喔 排序之前你可能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因为底下的 这一些公式 它都是必须跟着前面的 下面这个也是跟着上面 所以 如果你要重新增加一个空白列的话 那 上面 的 资料没有了 它底下的东西会怎么样 会错误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做重新排序之前 你可能要记得一件事 把里面的资料 由公式 变成是直 OK 里面不要放公式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现在是公式 游标放在 这个资料里面 它还是公式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直的话 很简单 1 一样是游标放在 现在是B2 Ctrl Shift向右 向向 Ctrl Shift就是整个选取 然后呢 复制 Ctrl C也可以 再来做什么呢 请你到选择性贴上 这边有个贴上 或者按右键有个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再选择性贴上 请你选择什么呢 值 对 应该有用过这种东西吧 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把里面的 公式留下来 我贴上就是 就是最后的那个 日期 那因为你等一下要重新排 排序嘛 排序之后如果你公式 还是用公式的话 那他里面的日期会乱掉 因为他就不能够跟着上面那一个嘛 所以你按贴上值 那这个时候你把游标放在 1月 2号的话 他里面就不会是公式 而是最后的值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那最后呢你再怎么样 把游标放在那个A栏的LUMBER 资料里面排序 排序的话呢 那我们就按照什么呢 按照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个LUMBER NBURAN 这个栏文名字我自己取了 然后呢 排序的对象是值 由小到大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底下呢 就会有一个空白的 空白的那个 OK 空白列产生了 然后再来就把A栏给删掉 OK 有没有发现 下面呢 就会多出一个空白 有没有 但是呢 可能那个格式颜色跑掉了 怎么办 再可能要回到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可能要把那个格式化条件 再删掉了 也许再重来一次吧 把那个 规则重新再跑一下 他就会针对你要的那个范围 重新再 做一个格式设定 OK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重点 其实就是怎么样 1 你就先 做那个 我们的 先插入 在 右边 左边的地方插入一个空白栏 第2个的话呢就是分别 给他编号1到31 下面再增加1到31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在重新排序之前 先把那个里面的 这个 这个资料 变成值 选择性贴上变值 然后再重新排序 再把 A栏给删除掉 那每一个下方 就会增加一个空白的储存格 所以这个额外 增加 因为这些同学一直问说 这地方怎么办 想一下 这个其实 算是不错的方法 至少 不用重新撰写程式 OK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 空白的储存格 怎么做 这方法应该算最简单 OK 那这个是额外的 补充 请各位把日取实验函数 然后大家我们就要 做一个 结束了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在切到 我们的范例里面的那个第4个 数学里面的 数学函数 请各位帮我开启 数学函数里面 第2个档案 数学函数 那这边的话 一样先切到上函数 刚刚的部分大概就 日期 时间大概就先到这里 请各位先看一下那个 数学函数